回到節目時間 貝沙灣單位擁有廣闊的海景 長身梳化及地毯的容式 呼應窗外的藍天白雲 長子款式藍白雙間 仿照海浪的形態 將窗外優美的景色引入室內 另外主人套刺特意改用玻璃分隔 讓屋主全天候置身在大自然 全屋的裝修費160多萬 這個單位其實有很多比較先天的優勢 一邊是全海景 另一邊都是來源景 在製造設計時 我們都想有少少營造 好像度假屋的感覺 白色高身儲墨櫃 配襯淺藍色牆紙 天藍色地毯 襯托灰藍色的梳化 貝沙灣這個單位 無論客廳至房間 都可以看到一望無濟的海景 為了呼應景色 身內特意用上深淺不同的藍色和白色 被屋主置身室內 都仿如置身大自然 顏色配襯之外 部分地方例如飯廳 挑選一款紋理 仿照海樂形態的牆紙 我們用了不少藍色 例如在牆紙的牆紙 或甚至地毯或其他地方都會用到 主要是呼應外面的海景 我們特別在飯廳的位置 選擇了一款 好像波羅文的一款牆紙 讓牆紙的感覺更加有可用 梳化背後的牆紙 特意加建層板 被屋主可依應深淺 加上不同的裝飾 為單位營造焦點 現在是一個藍白色 花形的立體裝飾 單位用色青芽 傢俬以簡約為主 灰色膠製餐椅 白色長形餐桌 茶几也是全白色 美觀之外 亦重視功能性 想整體感覺簡單舒服一點 我們建議用了很多不同的 因為這些傢俬通常都比較耐用 另外就是它會負功能性 譬如選擇的茶几 其實它也有儲物空間 或者飯桌 其實它也有可以extendable的功能 單位住宅一家四口 室內雜物比較多 設計師利用單位樓底高的特質 在大門兩邊加裝儲物櫃 大部分以吊櫃設計減低壓迫感 全屋其實有很多儲物空間 雖然我們做了一些大櫃 但有時我們在客廳、飯廳這邊 我們的櫃通常都是吊起了 令到壓迫感不太大 另外我們在色彩上 譬如我們都盡量用白色 令到整體感覺不會太壓迫感 主人房和其中一間客房 望廣闊海景 房間的吐櫃部分長身 改以玻璃設計 既可以被屋主無時無刻 跟上海景 亦能夠改善原職間隔的缺點 主廳本身是一個黑廳 陽光又不夠 所以我們移除了主人房 和吐櫃中間的間隔 改為玻璃去做分隔 讓護主可以梳洗時看到景觀之外 亦可以被自然光線引入主廳 由需要時 屋主可以拉低卷簾 提高私隱 主人房用色同樣圍繞白色和藍色 相比之下 屋主累累房間用色比較鮮豔 粉紅色是主吊 配合女女活潑的性格 造了高架床 下面添置梳化床 方便其他家人隨時留宿